这半部分转移的资产呢 根据IS的规定呢 是在当年如果你收到海外汇款 或者赠予超过10万美金以上 我们是需要向IS申报填写表格3520 但这个呢只是一个information的report 你是不需要交任何的个人所得税的 但是有两点你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第一点 如果你获得的海外汇款 是通过你自己名字去汇给自己的 这是不需要申报 第二点 如果你这个海外汇款 是通过国外或他国的那个企业 汇给你自己的 这个是属于你的个人收入 是需要申报 并且要交这个个人所得税的 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说 你要汇款就找个人汇给个人 这样子 就是这个个人会一定非常是自己 亲戚朋友都可以 对的 然后如果像这种情况 你收到了当年累计超过10万美金 然后你不汇报给你这个IS不申报的情况下的话呢 你最高会面临汇报金额的25%的罚金 是蛮重的 所以如果你有汇款 当然是找你的会计师去帮你去report一下会比较好 然后这个汇款有没有一个总金额的上限 比如说我们收到几百万美元 这总金额的上限是没有的 对的 对的 它和那个基层的好像不太一样 基层和它还有一个是叫trust 就是一个信托的那种形式 也是同样都是用表格3520去申报 但是它都是不打税的 因为在美国一样的道理 你继承就是你的父母 或者说你的grandfather grandmother的所有的资产 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金额是不用申报 就不用交税的 就要申报不用交税 好 明白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人在美国 但是我在国内有一些生意 或者说占顾了一些公司 那么对于这部分的话 我们说是怎么样的一种资产负责 对的 如果你在国内或做其他国家 是用企业 然后股份超过10%以上 在美国税局这边要求是需要申报的 然后我们所需要的就是 你当在国内的经营情况 就是一个资产负债票 然后还有一个损益表 这两个表格要提供给你的会计师 然后他会用这两个表格呢 去填一个表格叫57 在上面呢 我们会把你就是中国经营情况 按当年IS公布的那个汇率 去转换成美金 report给IS 然后这种情况呢 我们是一个report information 但你的金额超过一定的收益的时候呢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税金会要缴纳的 我是王小金 我在大华府这边呢 经营一个CBA firm 在我们公司呢 是一个package的形式 在做一些税务上的经营啊 bookie payment 还有报税的处理 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接受一些 各个人和公司的报税 各个人和公司的报税 在这里面看 是然后这里面看 也会有什么 那就是我们公司的 如果我们在这个下方的 当年ys的